好,同学们,现在杨老师要做一个origami的小船船 做一个小船船 这是杨老师小时候老做的游戏 好吗?大家看好啊 这里有一张纸 好看的这一面 翻过去 然后你看到这一面不好看的这一面 然后把它做一个hot dog fold 热狗一样 再拉下来 做一个corndog玉米狗 做了两条狗以后呢 你要吃一口 先吃这一口 一口康七咬下来 吃了一口,好香好香好香 还要再咬一口 又咬一口 把这个压过去,看到吗? 好,再咬一口 有的时候我们的手会疼 这个时候你可以拿一把尺子 给它压压平 或者有的时候你不好拿尺子 拿一支铅笔 给它压压平 这样就整齐了 对不对? 一定要对齐 不要这样乱叠 这样不好 这样也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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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到吗? 一定要把这条线线 对着这条线线 好,你看杨老师对的多好 然后压平 这边不好 压平 然后呢 再把这个压过来 看到没有? 这条线不要让它出来 整个就看到一条线 看到吗? 然后压过来以后呢 这两边会折起来 没关系 没什么了不起的 好不好? 折过来一点 没关系 好,吃了一条玉米狗 然后再把它翻过来 翻过来以后呢 咦? 一下子 你可以这样翻过来 你可以这样翻过来 我们还像刚才一样 好不好? 翻过来 一下 玉米狗出来咯 corn dog 玉米狗 好 咬一口 康七 再咬一口 康康七 又咬一口 康康七 按好 按平 这边再咬一口 一口 康七 再咬一口 康康七 给它顶住 好极了 咬过来以后呢 就变成这个样子了 大家都跟我一样了吗? 然后啊 这样以后呢 给它翻过来 把这个再翻上去 翻到刚好一半 做origami的时候 做中国折纸的时候 还有日本折纸 哪个地方的折纸都一样 一定是 做完一边 再做另一边 都是对称的 symmetric ok 对称的 然后把这一边 你看所有的都一样了 然后把它打开 把它的肚子打开 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诶? 有一条小船 这样的小船站不住 然后你要把它给翻过来 从这里翻 这里会断 如果是从这个两头翻 会断 所以呢 我们先把肚子挖开 然后从肚子这里翻 轻轻的翻 然后手有时候 你要保护一下前面 一一一 我来保护住 翻翻翻 翻饼烙饼油炸馅饼 翻过来 巧巧 好了 再翻这边 翻过来 巧巧 哎呀 杨老师翻坏了一点点 真的不好 好 翻过来 巧巧 哎呀 这样就好了 然后呢 这个船呢 站不住似的 你把这里再给 往里按一按 这里再给 往里按一按 我们可以做一个小船的小棚子 小棚子 你看 这里有一个金的 你们可以搅各种各样 你喜欢的颜色 杨老师有好多好多漂亮的纸 好吗 这样可以做一个小船的 把这个塞到这里 把这个塞到这里 哦 像不像越南的山板 像不像中国的小山板 这个有点太长了 是不是 点一点的纸 我看看我这个post-it 行不行 post-it 把它降下来 有一点太长了 试试看 今天试试看 好 试试看 诶 这样差不多 然后 它有时候不听话 这个又有点太短了 太短了 太短了也不听话 太长了都很不听话 所以 你一定要找到最合适的 然后按住它 下去 下去 噢 看来是太短了 是我们要做长一点的 うん 好 这样就变成一个小班山板 哎呀 这么不听话 来 我们再试试 用这样长的纸 看这么长就正好 来 试试看 放一个进去 如果它再不听话 我们就用胶条给它沾上 还不听话 再不听话 胶条沾上 我个人是不太喜欢胶条 但是 它要老不听话 你不用胶条怎么办 杨老师会给你们每个人 准备一个胶条 每个桌子有两个胶条 这样就站住了 然后你还可以做一个 小的翻 sale 把它切开 一边在这边 一边在这边 然后就粘住 粘住以后呢 再用一下胶条 这个好像有点难了 不求着你们做这个 OK 没关系 你们要是不想做这样的 没关系 来 给它粘住 诶 真粘住了 然后再把这个翻给粘住 把它给粘住 就变成了一个小的帆船 然后你们还能想 然后放到水里 轻轻地吹 一定也是要水 走走走走 走走走 好吗 这个就是一个翻船 OK